小元说2023年7月朋友送给他一只猫 当时说是母猫 8月份他到杭州转塘街道的转角宠物店消费 顺道请店家鉴别性别 对方确认是公猫 今年1月22号 小元带猫去一家宠物医院做绝育手术 把他当成公猫去做绝育的 然后因为怕他发情之后会乱尿嘛 然后就把他去做绝育 然后打了麻药上了手术台之后 那个他手脚都已经绑好了 医生说我们家的猫是母猫 小元说当时已经上了手术台 最后只好把手术做了 如果早知道是母猫的话 压根不会花一千块钱做这项手术 他正常猫 他不是在那个猫砂盆里面尿的吗 他如果发情的话 他是控制不住的 就是床上啊 或者是就是家里面那种地方 他都会尿的 就是会就是影响到就是我的生活 那母猫呢 母猫他不会 母猫他只是叫 然后会蹭而已 手术当天 小元通过微信把情况反映给转角宠物的陈店长 质疑对方公母不分 对方先是回复了一个字 啊 接着说 我们店里买的猫吗 年纪很小的猫比较难分辨 给小猫做手术的这家宠物医院的医生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小时候嘛 可能是 经验不是特别苦的话 就会比较难 记者好奇 去年8月份咨询性别 今年1月22号做绝育 中间隔了五六个月 小猫是公还是母 就没有什么迹象吗 在这期间 我还一直在说 就是不管是跟我朋友也好 还是跟家人也好 猫抓过来他们那个朋友家也好 就是我一直在问 我说 为什么其他公猫的蛋蛋都那么大 我们家那只就一直是那么小 一直都不长出来啊 他有说 有的猫可能发育的稍微慢一点 就是就是蛋蛋还没有长出来 就是可能得等它大一点之后 它才会长出来 然后所以我一直都是深信不疑 它是公猫的 采访时 转角宠物店里只有员工在 一位店员帮忙联系上老板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帮你鉴别公猫母猫收你钱了吗 但是我作为消费者 我来这边跟你们咨询的话 你们是一种护导呀 你们作为专业人员 公猫跟母猫都能分错 帮你看公猫母猫的员工呢 已经离职了 我们也没去考证 但是你来找我们 我们第一时间承认了 就算是我们看错的 但是小猫看错了 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就算培训过了 你也不能百分之一百确定看得明白的 周老板也对负责手术的宠物医院提出了质疑 你想想看 这个猫去做手术 那个医生连基础的检查都没做 直接上麻药了 它就是当我是那个 就是是主人嘛 它就说主人肯定是清楚的嘛 所以它就 而且我们家猫它身体一直都是健康的 所以它后面就 就后面等那个 麻药上了之后 手脚都绑住了之后 开始找蛋蛋 开始找蛋蛋 发现蛋蛋找不到 小猿说 这是他第一次养小猫 给小猫做绝育手术的一千块钱 希望转角宠物承担 这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108黄金眼记者报道